由于不满沙巴斗湖甘榜木西巴拉雅 延长加强行管令 十多名摄运分子和村民 昨天在甘榜入口处举牌抗议 结果警方文讯而至 逮捕了七个人 并延扣两天到26号 被捕的其中一人 证实是当地的一名摄运分子 还传出他被警方殴打 竞选盟谴责警方暴力行径 侵犯人权 疫情人今早九点半身穿紫色扣留服 现身法庭 斗湖警局主任彼得向网媒当今大马证实 逮捕他们的原因是因为 集会涉嫌抵触防疫准则 嫌犯代表律师Raymond Gorg透露 警方原本要扣留他们四天 但是推示最终只批准延扣两天 而律师也证实警方援引三条法令 分别是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 第九支五条文 刑事法典第188妨碍公务条文 以及紧急法令第25条文展开调查 目前被捕的人包括了沙巴社运分子穆克敏 以及阿兹万 他们担心封锁措施将打击民众的生计 因此反对政府延长封锁 由于现场传出有其中一人被打 竞选门发文告 谴责警方滥用权力侵犯人权 呼吁警方赶快放人 那由于持续出现确诊病例 那政府这个月23号就宣布 甘榜穆喜巴拉雅原定今天结束的加强型管令 再延长两个星期